我们来看这道题 考察的是福点数的表示方法 这里要遵循IEEE754的标准 首先要记住它的每端数据的位数和意义 然后还要注意它是隐含表示最高位的 也就是说尾数实际上是24位 只不过这个1我们不去保存它 默认放在小数点前面 然后剩下的23位尾数往后放 那我们先把要表示的这根书的机器码写一下 整数部分跟小数部分分别写就好了 而我们需要保存的尾数部分就是四个零一个1 这个1可以帮我们很好的定位尾数所在的位置 可以观察一下选项的特点 首先复数最高位一定是1 那么这四个选项没有区别 区别在于第三位和第四位 而第四位会出现区别的原因就在于如何去存这个尾数 我们可以先把第四位展开一下 4的话0100 2是0010 那这个1的位置就被定下来了 我们存好这个1之后还要往前存4个零 那么对于第四位是4的情况 来说前面再加三个零就好了 而对于2的情况前面再加两个零 找到了尾数的位置之后 前面的位置就是给数幅和接码的 一共应该是9位 我们可以倒置推一下 如果尾数是这么存的话 前面总共有16位 那么还剩下10位 而如果尾数是这么存的话 前面还剩下9位 跟我们的格式是一致的 所以首先第四位就不能是2 B和D排除掉 接下来A和C的区别就在于接码了 同样我们把前9位展开来观察一下 第一位是符号位 是负的 然后C展开来是1100 E展开是0001 后面还有一个0 是属于接码部分的 C选项也是一样 回过头来观察一下我们要表示的数据 它进行规格化之后 应该是要右归三位的 也就是接码部分应该是3 接码采用的是以码 0所在的位置是7F 也就是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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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再往后数三个 就到了3的位置 往后数三个发现就是A 这段接码 所以我们选择A选项 接下来按照标准的流程来验证一下 这个结论 首先我们应该是先写好机器码 接下来对它进行规格化表示 然后在规格化形式当中把接码和尾数分别写成二进制 接码部分用的是以码 尾数部分我们只用存小数点后这五位 剩下的是自动补齐的0 最后把束缚放到这两段输的最前面 再转化成16进制 结论跟我们的A是一样的 那么这道题讲解结束 好